当狂魔哥看赖神冲击巅峰第一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前后反差直接把节目效果拉满 这天狂魔哥由于信誉分大惨导致无法游戏 于是趁着空闲便来到赖神直播间观摩 结果看到赖神即将巅峰第一瞬间气得不行 于是为了防止赖神龙登宝座就开始用各种魔法攻击 此时赖神也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得知了狂魔哥在欧逼自己 为了能让魔子的计划泡汤立马开始出烟嘲讽 紧接着狂魔哥就用自己1500分的意识分析了对局 表示赖神永远上不了第一甚至还为自己立下了极其狂妄的弗赖格 而为了不收到诅咒赖神进入游戏就放上了专属恋魔曲 奇料这却引起了狂魔哥的不满 等死吧 还放他 哎呀可以 你放进 我都看你这把怎么输的 我要看他破坊 他这把输了 我跟你们抽两天 我说的 说到做到 哎呀 哥亚已经在他脸上撒豆浆了 来对对对 吃一波陷掉了 搬血了 哎呦 哥亚的加特林 啊 然而还没等魔子说完上下两路就传来了捷报 这让狂魔哥怀疑是不是赖神请了演员 哇操 对面加中单呢 对面中单呢 为什么异性下来了 对面中路没下来啊 别让异性先出节奏啊 怎么木兰被狂铁单杀了 请演员了是吧赖不全 想走北目的条路了是吧 不过很快赖神这边就出现了分歧 孙病由于抢了打野的红buff 导致我方逆风 哎呦 完蛋了 你干 好好好 神兵把猴死了 警戒双方在下路爆发团战 对面趁着我方少人果断开团 面对敌众我寡赖神来不及反应就被顺鸟 打造我哥在飞天 飞天 杀豆浆 漂亮 灵化了 命运的红还被神兵反了 好好命运 那个神兵 把他下个蓝眼拿了 他下个蓝眼拿了 太好了 现在这个节奏很浓浓 等赖神复活后继续来到下路抓人 赖神顶在前面输出扛伤拉马 本以为可以打一波 结果最终还是被对面打了一波措手不及 大招开起来 漂亮 往而飞天 哦 刘豆浆了 哦 怎么一个没死没死 静在静场首歌 全没几难 进先秒一个 哎 他一闪蝎没被狂点杀 漂亮 我操木兰的闪蝎留住秒掉 帅 他现在慌了 他现在很慌 手里的发抖我都感觉到了 这把毕竟他赢了就跌摸底 一输了就拉裤斗 我已经能看到他副房的样子的画面了 话音刚落双方再次爆发团战 由于经济相差太大 几方根本不是对面的对手 我叫你狂 我叫你喊我日本人 我操国服劲牛 国服劲 此时摩子看着赖神即将输掉比赛 心里也是喜笑言开 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赖神输掉比赛的样子 我操机又来了 机进场了 又没有一个 我操 太好了 太浪了 我就说这阵容怎么赢吧 这阵容赢不了的 然而还没等狂魔哥高兴几秒 就被赖神狠狠打脸 这波顶在前面输出扛伤拉满 配合队友打了一波完美团战 这让魔子比吃了奥利给还难受 哎呦哎呦 我操 闪线拉去你不会吧 不对呀 这怎么演的大爷 都这么秀吗 等狂魔哥独卵完赖神方再次发力 魔子本以为赖神方打不过对面 没想到最后却和对面打了一波一换三成功扭转战局 哎呀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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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大招也没办法无力回天 木兰先生 我操不对劲 我操吧 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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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老有机会 老有机会 不会吧 我操 威良他给我顶住 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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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 为什么这几波团的能打赢啊 我操 而经过上波团战也让队友士气大涨 复活后就集合开始向敌方发起最后的攻势 赖神顶在前面犹如战神一般输出扛商拉马 直接把观看戏的狂魔哥看得目瞪口呆 陈主不来 中底下场就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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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夫子怎么这么人俏啊 哎 哥呀 哥呀 他们 我操 哥呀 他们萌呀 我靠近了 兄弟们 拿下 这就是乖 给给给 破三路 破三路的巅峰第一 最终在狂魔哥的鼓励下 赖神成功登顶巅峰第一 而心有不甘的狂魔哥还想找赖神索要鼓励 这么感人的时刻 你打来电话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得来我直播间给我送个魔法术 我这把一直在支持你 一直为你加油 我就知道你可以赢的 对面是未来 我都一直说 兄弟们给我去支持阿赖 我说他得上巅峰赛第一的 我全程在支持你 你过来给我刷个魔法术 你这个巅峰赛第一 有两层我的功劳 等一下 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被马桶堵住一下 就是 我全程一直在支持你 我全程一直在支持你 我说兄弟们给我支持阿赖 未来肯定这把打不过你的 你能翻盘的 我全程一直 我不信 弹幕一直说 你在做我输 没有 我怎么可能呢 我一直说你可以的 给我刷个魔法术 你这巅峰赛第一 有我一部分功劳的 你出去以后说的时候是 狂魔哥欧逼我 给我鼓励 才让我拿到巅峰赛第一的 给你刷魔法术 你给我刷什么话说 行吗 那你接着了这个历史的诗 你快给我刷一本